聽到這句 兩千多萬 歐印 歐印下去之後 從此以後 歐印 所以走起路來 好像是臺灣的八回頭 各位你要知道 臺灣的八回頭的時候 就開始二印要來了好不好 我覺得高股息ETF 不管是00940 00939 0056 00878等等 因為現在都很猴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你要認識他 就好像我們今天結婚 我總是知道我老公名字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認識這場ETF 他到底連結的是什麼樣的成分 那你以前股市輸過嗎 輸過 怎麼輸法 就是我要到日本去練習之前 那我說實在 那時候三十九歲了 要練博士 因為我一輩子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從事教育 那當然你要從事教育 一定要拿一個證書 博士這張證書 那所以我三十九 九歲 就讓自己任性以下 就把工作死掉 以前我在華蘭銀行 你有華蘭銀行 對一個部門 我是都做過了 換款 催收 所以你怎麼樣划牌 我懂 但是沒有像他這麼專門 已經那麼久了 華蘭銀行是鐵飯碗 對 那我之前是有兩個工人的資格 三十九歲的華蘭銀行 月薪大概多少錢 那時候應該六七萬吧 六七萬要養家 可是等退休會有拿到反擊 但是那時候的貨幣購買力比較高 但是我實在有在股票裡面 那時候有賺到很多錢 所以我就 你從股票當時就賺很多錢 撈了很多錢 撈了很多錢之後 我就跑到日本去練博士 然後多少可以講嗎 應該兩千多萬以上 但是那時候要到日本之前 那有一天剛好聽到喜文龍 我們非常敬佩的喜文龍 奇美的老闆 對 企業家 他講說面板是百年事業 我們聽到這句 我們大家現在兩千多萬 歐印 歐印下去之後 從此以後 歐印 所以走起路來 好像是台灣的八輝透 各位你要知道 當你到來台灣的八輝透的時候 就開始二印要來了 好不好 剛好買到廣輝 那之後就吃完了 好高興喔 那準備去日本練習對不對 從此以後 那個股票是每天抵 因為各位你要知道 你不講廣輝 我都忘記這次了 你要知道 好 那這個鄭老師 兩千多萬 整個都買面板嗎 都買面板 整個都買廣輝 歐印 你一邊就買歐印 就想說那麼年輕也沒關係 準備要去日本練習了 你有娶婆嗎 沒有一個而已 有兩個小孩子 那但是你要知道 我到日本 練博士的時候 剩下我大概兩年多 大概就差不多 開發表 論論也差不多了 準備要回來了 那但是說實在 因為廣輝一直跌 面板一直跌 跌到最後說實在 我又不懂的庭審 你幾塊買 三十三塊多 我記得三十三塊多 得到多少我忘記了 後來他就被友達病了 對 所以我只知道說 我快要畢業 準備要寫論論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錢都輸光了 兩千幾萬都沒去 當然沒去 所以我那時候實在講 有一天 好像十月份的時候 回到台灣 自己就開個車子 到清淨農場 不是要自殺 在清淨農場 要轉彎 有一個7-11有沒有 我就實在講到 就聽到一首歌 那首歌叫什麼 領悟 多麼痛的領悟 你曾經是我的前部 回首來時路 每一步都走著那麼孤獨 所以我只要聽到這首歌 我就 其實我最會回憶兩個 就是這首歌跟喜文龍 不是喜文龍講錯的是那個 是因為你要知道 現在的產業變化非常的快 有些產業根本沒有換錯 你就被淘汰掉了 無敵科達就好了 科達有沒有換錯 沒有 但是你虧了那麼多錢怎麼辦 當然我們回來還有一個 可以交出的地方 張宗鵬五十七歲才開始 創臺一天 我們四十幾歲 人生還充滿了希望 那就不一樣了 現在投資的話 就相當的謹慎嚴謹 你只失敗過那一次嗎 那一次是很嚴重的失敗 不是一次就夠了好不好 滑鐵人一次就夠了 那一般來講你 你在買股票 有些人說 他從來不會被加到 所以你一般來講 一連裡面 你當然就像說我這一段期間 我停損的一檔股票 就是中鋼 我四十三塊都輸了五十萬 但是我把這個資金 一下子從別的地方又拉回來 這個是很正常的 但是真正滑鐵人是當時 你以為你自己很厲害 事實上你那樣壓下去之後 你又不知道停損 如果你懂得停損的話 你可能一千萬你就停損了 你重新再來 聽說你會看趨勢 對 比方說你說壓寶 一個老牌的健身器材廠 不是那個說實在這家公司 我很熟 那事實上他的營收就是敲三 敲三這手 我跟你講敲三我很熟 但是你要知道他不是說 因為他今年的話塞港的問題 再加上匯利的問題 沒有他營收一直在創新高 那我說實在我到現在還沒有賣 賣他的股票 甚至於我買他一百多張的股票 我還去借人家放空 因為我還可以賺這件的利息 那我現在利息怎麼算 那個好像是五趴幾趴 那所以我一個月 那邊也可以拿到一些收入 但是我說實在的 我們有些股票是長期投資 我知道他不會倒 我知道他營收一定會好 一定會一直 那你為什麼會去買橋三 因為我實際上來講 我在投資的時候 會從日常生活當中找到 我要投資的股票 那以前的話 找到就是隱形眼鏡的 那個叫精華 精華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實際上來形容 形容什麼 然你要交往之前 一定要坦言相看 因為我們實際上看到 相片是公主 本人是歡鼠 所以我說實在 我那時候看到那個 相片是公主 本人是歡鼠 那事實際上你知道隱形眼鏡 他本身來講 本來是一個矯正眼睛的東西 後來變成什麼 他是一個裝飾品 化妝品 那個就會好 漂亮 不是說真的眼睛有問題 對 所以像以前我買過那個 從來自信心的你 看到那個男主角 獨教授 獨教授幹什麼 他不是要去看女主角 女主角在跑的時候 他不是 他穿西裝 他穿西裝 穿球鞋 這是我們以前在很難想像的事情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當他那個腳 在看男主角 在腳 一步一步的 我們看到 New Balance 那就代表什麼 西裝 將來配球鞋 會變成時尚 那以前女孩子的話 洋裝一定不會去配球鞋 那時候我就到百貨公司去看一下 很多人的洋裝 那腳多多苦 裡面就是愛迪達的球鞋 所以你在從這個 你就知道將來一定 球鞋 對 球鞋一定會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洪泰 有五十幾塊買 就等嘛 就等當然 有時候他洗得很久 你要有耐心嘛 就如同時馬一講的 我這一刀沙槍 我可磨 這磨十幾年嘛 後來創立的進炒 對啊 啊 喬山也是一樣 我知道他有一天我會贏 我只要那一天贏 我就全部贏 因為各位 你只要不 用融資買股票 你只要等到 怕他啦 對 我不怕你 我甚至於拿去借給人家 你放空來嘛 有一天我是嘎你嘛 其實有調查是 台灣勞工平均勞保加勞退 所以我們平均領到的金額是兩萬三 對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做理財教育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提早做退休理財的規劃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邊 因為有些人會跟孔雲老師一樣說 我年輕就不懂啊 所以我就找得很少啊 對 所以我覺得藉這個節目 大家也可以有一些重新的思考 真的 那現在很多人就講說 那好喔 我來領那個高配息的ETF 這個最近紅柿抓不到 募了一千七百五十幾億的零零九四零 這個你這是不是一個好的管道 他是一個好的商品 但其實我才會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當我們今天要買商品的時候 你要在對的時機 用對的心態以及對的方法 那我先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我上禮拜去錄友台的節目 然後遇到一個舒嬅師 他說 燕姐燕燕姐燕姐 我最近都睡不好 我就說對 天氣變熱 他說不是 他說因為我買了零零九四零 我說那個短線上就是 當然就是最近股市有一些波動 那再加上之前買的人太多了 所以一直沒有回到淨值十塊錢以上 我覺得比較訝異的是說 他說他這輩子從來沒有買過股票 對 也沒有買過基金 然後他就買了零零九四零 而且一次是買五十萬 對一位化妝師來說 一次買五十萬 我覺得他應該要想清楚 那我就問他說 他完全不懂 他就投進五十萬 對 他完全不懂 我就問他說 你知道零零九四零 他連結的是什麼指數嗎 然後這檔ETF的成分 大概概念設計邏輯是什麼 燕姐誰買ETF 在看這些東西 知道你們這些專家好不好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被吸引的 他說那個就是看到DM上面寫 年化配息率八點六趴 所以就以為 以為今年明年之後 每一年至少都可以配八點六趴以上 再加上其實因為發行這家的基金公司 他過去有零零五零零零五六 那零零五六呢 去年的投報率是六十趴 所以很多理財小班呢 就會誤以為去年的記下六十趴 可以直接複製貼上成今年 那大致是錯誤的觀念 就好像台積電今年以來漲幅是三十五趴 很多人就會誤以為 那下半年的漲幅也是複製貼上 也會下半年再漲三十五趴 其實有些商品就是你機器已經墊高了 那你要再期待一模一樣的漲幅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高股吸引貼幅 不管是零零九四零零零九三九 零零五六 零零八七八等等 因為現在都很猴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你要認識他 就好像我們今天結婚嘛 我總是知道我老公名字吧 對不對 所以你要認識這場ETM5 他到底連結的是什麼樣的成分部 然後第一個你要認識他 路上月炮 連名字都不知道 這樣跟你說對了 這是一夜情對不對 這是一夜情對不對 對 一夜情 但是如果能夠越來越熟越 match 他們就會彼此認識 好 那既然是約炮 我們第一位是 一夜情的話 我們買高股吸引貼幅 我們不是要跟他一夜情而已 我們希望能夠長相私守 對 既然要長相私守 你就要認識他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用對的方法 就是我覺得這一波很多的理財新鮮人 他們是就解定存 或者是說拿房貸去抵押 甚至有些人是解保單 我覺得這些事情我都不鼓勵 就是我們可以分批買或者是定期定額買 那零零九四零今年可以配息配多少 坦白說就是如果我們回溯的話 按照他目前的一個成分股 大概今年五趴以上是跑不掉 但是如果說我們真的是要立刻期待 他有八趴以上的現金殖利率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有一點點的挑戰性 對 那更不要說資本利的 因為臺股真的漲多了 雖然最近這個市場氣氛很樂觀 因為有些分析師喊兩萬三 甚至兩萬五等等 那我覺得就是我們已經從之前的低點 一二六二九一路漲到這裡 你說沒有任何的休息回答 那不正常 對 如果有五趴也還不錯 配息應該是有五趴沒問題 這個股票多不多 其實蠻多 臺灣很多 為什麼外資那麼多來 其實很多 你的股力大概都有五六趴 只是因為我們一般人去投資股票 你不太會說一直放著 因為你會隨著它的價格起伏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像這兩年 因為股市很好 所以很多人提前退休 但是事實上其實在今年都藏到二國 因為今年的股價動輒都跌五成以上 所以其實如果你就說想要退休 是來靠股票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稍微要想一下 因為你要有一個 可能要有一個四三四三七五 四三七五萬有個底子 然後就像剛剛這個立方說的 就是說你這四三七五 你可能如果你是現金 你可以尋找一個穩定的報酬 你有一個穩定的現金流 然後你再可能播出一小部分 你可以去做 再做比較積極的投資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 是是 有科技新貴來問立方說 他有配到公司的股票 那現在是退休要變現嗎 有就是說 因為像很多的科技新貴 其實他之前就是薪水領得不錯之外 然後另外就是公司會配給他股票 所以很多人就是 大概五十出頭 所以就想退休了 那他就會來問 就說那我要不要 我提早退休 那我手上現金也有 那我現在公司給我的股票 那因為我不再 不再為這個公司服務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變現 變現了之後我去買 你們很多的投資專家 講得很好的股票 這樣才不會可以這樣 那我都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不要做這個打算 就像慧珠講的 就是有時候那個股市的波動 是我們很難預期的 那結果你進場的時候 在市場好的時候 這一波跌成這樣子 真的是疲累累 大家都很想哭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勸他 就是說他那個公司股價 因為我查了一下 其實還不錯 我說如果即使你已經退休了 你不再做 可是至少你的同事們都還在 對不對 那你的公司 你這個第一產業你很熟悉 第二如果這個公司的訂單 怎麼樣營收會不會下滑 其實你問一下以前的同事 還在上班的同事 你就知道了 你不用急著變現 既然它是一個好的公司 每一年也給你配一定的鼓勵 那你為什麼要換 所以我會建議他就是持續的 就是報他們公司的股票 然後要退休其實是沒有關係 因為他手上的現金是夠的 翠芬打算幾歲退 我自己本身 我是不太想退休的 但是是可以調整 因為我的工作是可以 可以做一輩子 對 我可以做一輩子的工作 因為做心理諮商 其實是可以做一輩子的 只是說做多做少而已 基本上我覺得 在台灣的退休生活 如果我們生活 可以簡約一點的話 其實不會太困難 是 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我覺得是 如果早一點退休 像我們這樣的話 最好就是在退休以前 先想一兩件事情 你可以做的 要不然人生 剛才也有講到 人生真的很長 我最近去上那個社區大學 我沒有上那個學校的那一種 但是就是社區大學 我的同學都八十幾歲 那個老先生 那其實他們都 財務非常的自由 可是他們也會感嘆 他就說 昨天遇到的先生 他說他從六十歲退休 然後到現在八十幾歲 他也退休二十年 那其實那個二十年也很長 所以他後來 我有跟他分享說 我最近還是有在做像部落格 然後最近開始寫書這樣子 然後他也跟我說 對對對 是應該要這樣 不然你到八十歲的時候再回想 其實那個人生 要想著退休後要做的事情 先想一下要做什麼 對